你要用這個嗎?還是你有? 在嗎? 來,請幫忙 在座王老師 歡迎請來各位NGO的好朋友 在座各位先進朋友 大家午安 很高興今天這個 我們今天好像看到很多社區都在拜拜 所以在這麼忙碌的下午大家來分享今天這個 應該說禮約回來的相關的反省 我這邊被分配到的任務 基本上是介紹體制的部分 這一次在大會裡面關於制度這個面向到底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有哪些重要的討論 我想在這邊做一些分享 那關於台灣回到台灣這個部分有什麼啟發 在座其實有趙委員長期在這邊推動台灣永續會 不管在立法院或整個行政永續會 那我想之後在家委這部分也一起包完之後 可以大家再做一個共同的反省 那我主要把我的焦點放在大會的這個部分 到底在聯合國這部分他們談什麼 那這邊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報告跟分享 那簡單的說其實就我個人的 我想上次官方辦那一次因為時間關係沒有報告 但是我想個人對這一次其實剛開始的心情是比較失望的 因為其實在參加過我2020跟王老師也有一起出席 那很多那次台灣的官方團也蠻大 那一次的成果相對 當然比起來那次的成果也不見得說比這一次大很多 但是其實整體的那個氣氛跟感覺 其實我覺得是有一點覺得比較失望 不過並不是完全沒有成果 因為這種聯合國的相關的多邊的會議的協商本來就很複雜 那他也有他的限制跟難處 那我覺得在最直接來看 比如說現在大家的這個很多其實有很多的批評 包含現在聯合國秘書長這個潘基文 還有這一次的主辦的秘書長這個沙祖康 其實在整個聯合國的代表性其實裡面相對是弱勢的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人其實雖然潘基文他後來這一次也連任 可是在之前的很多討論對潘基文的評價並不是很高 那沙祖康他是這一次大會的秘書長 可是他事實上跟潘基文的兩個關係並不好 所以他事實上在這一次大會之前就被卸任 所以他在大會的這個秘書長這個大會的期間 他其實已經不具負秘書長聯合國副秘書長的身份 所以其實可以看出來在這整個政治的脈絡裡面其實是有點複雜 不過我想在民間團體這麼大很努力的積極之下 我基本上我們也看到了蠻多的成果 因為我們透過這些來讓大家的很多這種相關的意見跟想法 可以在這邊做一個連結 這部分可能很多都很熟悉 我就很快的跟各位做一個很快的報告 基本上是我想在這樣的一個會議 我們可以回溯到40年前 整個全球開始重視大的環境議題 那在1972年開了這個第一次人類的環境會議在斯德哥爾摩 所以很多人說這次應該不是里約加20 應該是斯德哥爾摩加40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些不同的說法 那這次其實創造了很多新的議題 包含UNEP也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這樣一個單位的出現 還有很多相關的這些法規都是在這次的會議 那這一次其實後來我在觀察很多相關的資料 那也是中國大陸它第一次開始進入 各位注意到我們1970年台灣這邊退出聯合國 所以1972年的那一次的代表其實是中國大陸 也是在第一次的開始介入相關的這個議題 所以我們其實看到有很多其實很多新的發展 也就是說台灣在這個整個大的議題 在國際社會環境裡剛好退場 中國剛好進場 所以你可以看出其實這非常可憐也非常可惜的地方 等於說國際的環境議題開始的時候台灣剛好退出 所以這也是一個我們很多人在看台灣所謂退出聯合國這個議題上 可能比較沒有注意到的一個觀點 台灣在整個國際環境議題開始制度建構等等 我們事實上剛好開始缺席 那一方面我們也看到其實87年這也是很多人提出來的這個概念 他們從83年成立的這個委員會 那個環境發展委員會 世界環境發展委員會 然後在87年提出這個報告 Our common future 那這也是後來成為這一次 我想這個概念都延續到今天 為什麼在談future 我們在談這一次所謂the future we want 我想概念都是從這一次開始 1987年他們這個著名的這個報告 那台灣後來也有都有翻譯 我想各位都可以容易找到這個相關的報告 我們共同的未來 那這也成為後來1992年 這一個整個大會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起源 也就是當然這個報告出來之後 大家覺得應該全球應該來共同更積極的思考這個議題 所以有這個1992年的這個會議 那在座其實有幾位可能我知道也都有參與 台灣已經有三屆的元老 這一次在大陸也碰到葉建勇老師等等 這幾位還王老師都是三屆的元老 那麥麗姐也是 都是三屆的元老 可以看到說92年這一次其實是 是非常非常熱烈跟激情的 而且事實上在成果來看 那一次其實相對的非常的豐碩 我們看到有所謂的禮約宣言 它27條包含還有21世紀議程 這個在很多各國後來都有 台灣後來自己也弄了一個有去發展 還有很多國家都弄了這樣的一個21世紀議程 甚至地方政府也弄所謂的 所以你可以看出這整個1992年的這個大的一個脈絡 它也催生了三個公約 包括現在大家熟悉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剛好公約 還有聯合國的這個生物多樣性公約 還有一個是這個所謂防止沙漠化的這個公約 所以這個是在這裡面它所催生出來的三個公約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如果就成果來看 它在理約1992年那一次其實非常的企圖心的 它不只催生了新的公約 有些播化了整個永續這個概念 那它也把第一次所謂永續發展 這樣一個新的概念 帶進這整個我們思考或論辨的脈絡 在這之前所謂永續這個字 其實並沒有在這整個大的一般的討論出現 等於說我們從整個比較思維脈絡裡面 有一條是環境的路線 有一條是發展的路線 這兩個東西在1992年 這樣的一個比較正式的一個場合 才讓這兩個合在一起 所以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起點 那另外一個所謂的聯合國的永續發展文會 也在1992年底正式成立 所以你看出來其實從這樣一個脈絡裡面 1992年當然看起來是蠻難超越的 它真的創造了很多新的這樣一個歷史 那當然後來在1997年後來有所謂 就是以約這個再加五年之後的一些檢討等等 那這個東西也沒有引起大家很多的迴響 不過可以看出來 雖然成立了這個相關的組織 可是它的執行面向其實是受到大家的質疑的 2002年其實也是一個重要的 在南非約翰尼斯堡 那我覺得它本身它代表一個南方的國家 那又在非洲 那它其實有很大的意義 整個來檢視永續發展 那那一次其實也是蠻多失望的 包含很多相關的這個民間團體到這邊 後來沒辦法進會場 因為它的這個場地不夠 那這一次其實同樣又碰到這樣的情形 大部分很多民間團體 我知道只有王老師拿到一張second pass 後來王老師我記得沒有進去 等於說它也用這種所謂技術性的因素 讓這個場地不夠大 所以大家就變成進去 所以你的團體事實上沒有辦法進入這樣的一個會場 那這一次2002年其實它的主要也是在檢討 過去十年的這個發展的脈絡 那如果從這裡面來看 其實我們碰到成了一個大的困境 就是說其實這個大的體制其實非常複雜 一方面永續發展這個概念也很複雜 因為它不像我們過去在談環境議題 好像就是空氣水污染廢棄等等 廢棄物等等 它包含了很多社會面向經濟面向 也就等一下家委要報告的綠色經濟的面向 也就是說其實有很多的這個面向 放在我們整個所謂大的永續發展的脈絡 我們那時候在看到一些paper 在統計 關於所謂永續發展的定義有超過300多種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每個人人言人數 甚至有人把它變成所謂永續成長 就是好像經濟不斷有去成長 那你看出來這其實是違背的 因為它在一些環保人士提出來 對於那個所謂永續是有一個限制的這樣一個概念 但是另外你可以看到這裡面疊床架屋 雖然我們有一個UNDP 那概念上它其實是一個program 它其實不是我們把翻譯變成鼠 其實已經把它擴增了 那它其實在概念上其實是一個計畫而已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有很多在各地的各面向人 希望這個部分能把它擴增 那它全責也不輕 各位看到其實包含像這個 大家現在常常注意的氣候變遷高的公約 它本身這個公約秘書處處 已經龐雜到已經非常複雜的地步 它本身就有400多個專職人員 你可以想想看 單單一個公約的專職人員就400多人 那這個可能遠遠超過一批的這些相關的複合量 所以它們之間其實是有一些重疊的地方 有很多需要它們來合作的地方 那資源的配置其實非常的複雜 那相關的這些議題 想想看現在有生物多樣性公約 還有這些越境處理的公約 還有很多往護臭氧層等等 蒙特羅公約 那你看這些公約其實本身都有秘書處 它又要跟UNEP又要合作 然後跟UN等等 然後還有一個UNCSD 這個每年四五月都有召開的這樣一個會議 它都變成相對的複雜 相對複雜 那這也是變成我們在看到 因為它議題本身的難度 然後再加上聯合國自己本身在這議題上 沒有一致性的主張 所以造成其實你可以看出來 它非常的弱勢 那另外一個其實在這樣的一個架構之下 我們也看到其實有些不同的倡議 那這邊我簡單提一下 我們稍後再跟各位做一個比較清楚的報告 那這裡面其實我們就看到 李約的會議就被提出來 因為我們覺得說這個非常緊迫 那當然有時間點的剛好20年 所以就很多就開始出來 我們是應該來開這個會議 所以最早其實是從2007年 當時的巴西前總統盧拉 他就在聯合國大會上提出來說 他們要爭取主辦 我覺得韓國現在也很厲害 韓國他也不落人空 他在08年隔年也提出來 他們說他們也要辦 他們用他們的Green 以他們綠色成長的概念 來提出下次的籌辦 那當然巴西他跟這個 中國還有G77的關係非常好 所以他們得到G77的支持 還有China的支持 他們爭取到這個主辦權 那09年 這個聯合國決定要辦這個會議 通過之後 那他就指定這個沙子康作為秘書處理 那各位也看到 這整個進程大概在今年年初 他提出了所謂Zero draft 也就是說所謂0版的草案 最早的草案 當作一個 因為他在去年年 去年年底就整個solo了 各國丟出來的600多個submission 各國的這種提交的方案 整合成一個120幾項 現在網路上都還找得到 127項的Zero draft 我覺得那一份 其實反而比較可以看出 原來各國的一些相關的一些想法 一些原始的一些討論跟希望 可能搞不好還具一些理想性 那你現在看到的這個283項 看起來它是一個充滿妥協的一個 一個政治文件 看起來是一個reaffirm reaffirm的一些 重複的不斷的再次確認 可以看不到什麼會議 那另外我覺得還有一個小序群 因為之前很多人問我 就是說本來這個聯合國永續的 這個永續日不是6月5號嗎 那為什麼不辦在6月5號 那事實上各位如果看到去年以前的文件 今年3月以前的文件 都還是寫6月4號到6號 都還是在那段時間 不過後來因為有趣的是 她碰到這個英國女王登基50年 這個重要的結 那個全球大概50幾個國家元首 都要去英國參加這個會議 所以那個女王登基的中年 是比我們全球永續還重要 所以事實上 所以聯合國被迫在3月多更改 這個所有的東西 所以延到我們現在看到的日期 這個延期後來讓我想到 其實她也不是第一次這樣演 各位如果注意到 2002年的那一次 約翰尼斯堡 她的會議也是在8月才開 她原來也是定在6月 後來那一次 也是衝突決定繼續開 因為各位如果還記得 2001年有那個 紐約的世貿的恐怖攻擊事件 所以那時候所有的聯合國會議 都重新被檢討 不敢再開 那當然那個民生的呼聲很大 所以聯合國後來 把那個會議延期到8月開 那還是照常提醒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近兩次的高峰會 其實都受到國際的 大的政治局勢的影響 所以這也看到 我們永續發展 並不是那麼單純的環境 或其他的影響 它其實受到大的政治脈絡的 這個牽絆 那兩大組軸 我覺得 我今天等一下負責的是 永續發展的體制架構 那家瑋會談一談 這個綠色經濟的整個相關的概念 那這次其實大會這兩個組軸 大概也呼應了 整個目前全球戰爭議題上的 一些想法 它又搭配七大議題 那後來又變成十大議題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裡面相關的討論 那我在這邊簡單提一下 UNEP的一些改革的倡議 對它的組織宗旨 剛開始 其實是有些國家 包括美國 還有一些大的集團 其實是不樂見 聯合國在環境議題上 態度過度擴增 當然包含其實歐盟 或其實歐洲的國家 其實他們在環境議題上 比較支持 他們其實是樂見 這個 這個 UNEP的 比較建制化 體制化 但是有一些國家 像美國 他們真的覺得環境議題 他們不希望它太強 所以他們其實在這邊 動了很多手腳 一直不願意 UNEP可以有更大的組織 那當然它的相關的這個改革跟效率 其實還有它的經費等等 都並不是那麼理想 那其實在我們整理在過去的改革方案 大概有幾項 比較近期的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就強化這個 UNEP 就是如果你沒辦法成立一個新組織 你就強化 第二個就是說 你成立一個所謂的 一個 所謂Umbrella 就好像一個 一個大的一個聯盟 或這樣的組織 可以可以來召集所有把聯合國下面 跟環境有關 集集在一起 比如說各位常常看到 UNEP 聯合國發展數 這個等等 他們都其實都跟環境有關 還有很多相關的計畫 都跟這個永續發展有關 因為事實上 剛剛我們概念變成永續發展之後 它已經不再是環境跟環境單獨 它環境跟發展 這必須來弄在一起 所以也不至於UNEP UNEP必須一起進來 所以另外一個比較有創意的 其實在2002年 甚至更早以前 其實就已經有討論 就是所謂成立一個世界環境組織 那這個其實在更早的概念 這一次其實我反而覺得 談的並不多 在前幾年反而這個概念 談了很多 因為他們希望能成立一個 類似像這個WTO 世界貿易組織 或WHO 世界衛生組織 類似這樣具有全體會員的一個概念 然後可以跟其他概念來抗合 那另外一個當然是改革 所謂經濟社會 理事會或現在的永續 聯合國的永續發展會 因為聯合國的永續發展會 其實蠻小的 其實是放在他們的經濟社會 理事會之下 每年四五月都會開一支大會 那等個檢視我們這個The future we want 各位可以都download到 裡面大概有29條關於制度的 29條關於制度的這個討論 那其實說真的也蠻空泛的 蠻空泛的這個 那我們大致把它整理成幾個面向 來跟各位做報告 他基本上重新強調 必須整合三個大的面向 也就是經濟、社會、環境 那換句話說 在聯合國的概念裡面 他還是認為是那種 如果沒有錯的話 他雖然沒有具體化 他還是畫三個圓圈圈 也就是說經濟、環境、社會 那我們永續發展好像就是 中間這個兼容必須的包含的點 不過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近年來其實有很多 永續發展概念的變化 已經不再是四個三個圈圈 然後又要找到中間的焦點 其實這非常困難 而是應該環境是一個大的圈圈 應該是一個同心圓的概念 大的圈圈是一個環境 再來社會再來經濟 換句話說 如果你沒有一個好的環境的 做一個基礎 其實是社會跟經濟的發展是不可能的 所以聯合國事實上如果從這裡來看 他並沒有跳脫 他原來就有的思維 還是在這裡面 在這邊裡面做很多的折衷 那他當然強調他需要包容性、透明度等等 另外我覺得這次談的比較多的是 所謂成立一個高階的政治論壇 成立一個高階的政治論壇 但這個裡面是什麼不知道 但他最近如果各位看新聞 他已經發布了 潘基偉已經指定了這些相關的 他指定了兩個國家的總統 當作共同主席 然後選了很多 但實際的可能要到過一陣子開會 才能真正看到他們要做什麼事情 那這個部分其實事實上 潘基偉已經有開始動作 那另外一個是成立這個聯合國的 提升這個部分的功能 但這會寫的比較空一點 因為我覺得比較特殊的是在後面兩項 第一個是把地方政府的概念拿進來 因為過去我們看到在聯合國這樣一個架構裡面 主要都是國家 這也是為什麼看到國家政府才是一個 主要的協商或談判的對象 那是外交的一個環境外交的一個場域 但是現在可以看到在這一次 其實地方政府已經辦了很重要的角色 剛剛王老師也提到 這是台灣有四個地方政府團 也都到現場 從台北、台中、台南、高雄 都有明天的團體參加相關的會議 那他們也非常的積極 所以搭配在聯合國裡面的Eclery 這樣的一個ICLEI的相關的地方政府組織的推動 地方政府其實已經變成重要的一個倡議的角色 另外一個我覺得在這一次其實最具體的目標 是這個永續發展目標 各位知道在2000年聯合國發佈了 所謂千禧年發展宣言 總共有八項 他們希望能推動很多婦女、小孩、教育 還有一些貧窮的改善 那是最具體的一些發展目標 那他在2015年準備到齊 所以他現在是推動這個所謂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用這個來接續這個方案 那這個反而是在這一次 我整個看起來大概是最具體的 雖然他沒有其他的部分 其他的相關的議題 幾乎看不到任何的數字、幾乘、年代 這個大概是唯一可以看到少數出現的 整體來看我覺得對他有幾個評價 第一個我覺得這一次的里約的會議 我覺得理想性跟開創性不足 我們不能說他沒有成果 其實整個這個會議 其實還是有很多相關的成果 我覺得明天團體看到王老師 還有這邊大家團體的這些T-shirt 可以看到 這個其實這些網絡等等都是非常重要 我想讓我稍後再說明 那我說如果就官方的那個主場來看 他的這個理想性其實不夠的 你可以看到他的這些 The Future We Want裡面 當然這每個人可以不同角度來看 他是不是有沒有超越那樣的部分 但是我個人覺得他好像沒有超越 在20年前里約的那次的理想性 所以這個是在這一次看到相關的不足 但其實在政治條件來看 這一次當然經濟條件沒有在20年前好 因為那時候90年代的整個經濟正常要起來 當然在美國也不一定很好 在小布希 那時候朗布希 剛卸任柯林隊要上來 那次老布希也被迫直接參與了那一次的會議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實在 比較起來 當這個之前之後的政治經濟全球的脈絡 其實都有些類似的地方 但是這一次整體是弱了一點 那整體來看 另外一個是他整個的旅行機制 跟這個財務廢話其實也非常欠缺 不過我覺得比較欣慰的是說他這一次其實有針對 體制的部分真的是有琢磨 雖然是29條 但這裡面每一條事實上都可以發展出一些重要的行動方案 那或許可以抱一些希望 但以目前來看他對這部分是琢磨有限的 另外是一個民主參與的落差 其實如果在座有參加的 我相信這一次我覺得對他的那個資訊的透明度等等 其實是很多真的抓不到他在幹嘛 很多部分他雖然在大會有那個看板 可是我後來其實比較清楚的 這個資訊的掌握 其實透過聯合國氣候變化高公約的主網連過去 所以我覺得那邊的主網連過去的 反而比在UN的自己主網的那個資訊還清楚 那我可以看到不管他的資訊的透明度或整個民間團體的參與 當然他設計了很多 比如說Sustainable Dialog 或其他的 但是都也蠻有限制的 我覺得民間力量並沒有具體發揮 但是我覺得這一次其實非常有創意的 或許我們還有機會稍後可以再做討論 是在原來Zero Draft裡面的57條 被放進了這個所謂High Convinitional Future Generation 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 我覺得有創意 也是大家很多人在談所謂未來世代的代表 這個東西被放進來 就是說我們在講說其實很多 這個現在我們現在談的事情都是未來的 可是未來的並沒有在我們現在的 不管民意機關或等等有一些代表人物 所以他們認為聯合國應該設立這樣一個人 就是所謂UN Comunitioner of Future Generation 那這個方案在最後在整個正式的大會的最後前的草案被刪掉 所以他存活一陣子然後最後被刪掉 那很可惜 我相信這也是可能後來青年團還有一些民間很多團體 對這個東西有很多抗議 甚至最後提前退出 那我覺得這或許在台灣未來的制度設計上 有一些些的啟發在這一次 他曾經存活在之前的草案一段時間 但最後被拿掉 另外一個我們整體可以看到 這個次國家體系跟城市角色的重要性的提升 那我覺得這不用置疑在這一次的這個大會的主要文件裡面 伊克里或其他地方政府努力想把地方政府這些文字塞進去 或次國家政府都放進去了 所以他們其實我覺得這是這一次裡面看到非常具體的部分 那整體來看其實還是有蠻多的主題可以在談 等於說這有去治理一下 我們當然今天很可惜我們在台灣沒有辦法直接進入這樣的體系 但是大家都在整個制度決策上我們看到聯合國對這個部分是提升了 不管怎樣透過這一次至少引發一些動能 五年或十年 雖然我剛剛是說是失望的 但是我也寧願他十年開一次至少還有人在談這個議題 至少他有這個議題五年十年會被再帶起來一次 要不然他就變成擺在那邊 所以我還是覺得說樂觀的比較審慎樂觀來看待 他希望這個部分 而且聯合國在他的體制上已經設計了九大的這個major group 就是說把青年被政府組織 把各類地方勞工婦女等等變成九大之類 所以他事實上有擴大餐飲的設計 那這個部分或許也可以在台灣的制度設計上可以做個參考 我們在接下來的永續會的台灣不管接下來是不是會跟國發會合併 然後之後的怎麼樣整病或許我們也可以有九大或八大的團體 因為這個永續發展絕對不再只是這個部分環境的我覺得我們應該擴大一些結盟 擴大結盟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在這裡看到他發展中國家的崛起 那這也是在最近這一次的我想稍後 其實引起了很大的衝突 這也可以看出在永續發展放到國際賣流裡面 這個所謂南北的這樣的一個衝突還是繼續存在 因為兩個的發展進程 兩個的民主化程度 開放性程度 對很多的在台灣你都可以看到 很多NGO都要求他們國家繼續有資訊透明等等等等的呼聲 那台灣這個部分相對在一二十年來努力已經相對比較好 但是你可以看出還有很多國家在這個部分是嚴重的不足 另外剛剛提到這個整個結構的轉型 希望把一些所謂的符合正義跟環境正義的新經濟形態可以拿進來 所以我覺得我看到這一次其實最好的一份報告 當然其實我們剛剛在政府的那一份的Future we want 我相信各位可以很容易的去download 我覺得這一次民間有一個宣言 就是這個人民的這個宣言總共十幾點 另外有一份這個報告 Another future is possible 我覺得這是我看到一份這一次對代表民間 很多我們蠻喜歡的一些批判性的觀點等等有納進來 那他也是當時很多各地全球各地還有當地的團體一起努力的 這是我看到一份最有代表性的報告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可以從網路上去download 那當然還有很多團體他們簽了一個宣言 The future we don't want 那我覺得那個只是比較負面表例說我們未來不要什麼 但是他沒有講到我們要什麼 那我覺得這一份呼應的我記得在2002年 那時候他們有一個是叫 Another war is possible 那這是 Another future is possible 換句話他告訴我們 其實在目前以這樣資本主義或是其他 這種現有的獨單性的政經體制的脈絡之下 其實是有其他的發展途徑的可能性 那我覺得這些民間團體就剛好呼應今天的這樣一個民間團體 事實上是提出了一些其他路徑的可能性 而不見得我們要浮音主流的政治思想跟政治的圖 這些經濟發展的途徑事實上是其他的途徑是可能的 好 那我想時間還有限 我在這裡做一下這樣的分享和報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